在这个单位我们要介绍的是Excel函数应用 计算指定项目的总价 我们使用的是FILTR与上这个函数 那要特别注意到的是FILTR这个函数呢 只能在2021版本跟365版本使用 那我们切到以色彈来看一下 这里的A栏是地点,B栏是项目 那我要算出来,地点是台中的 项目是秋刀宇的 它的单价乘上数量的总和 所以这边出现1199,199,9900块 那这怎么算出来的 我们用函数来作业 第一个等号FILTR刮虎 我们先做好 第一个是正列 正列就是我们要做运算的 要做运算是什么 单价乘上数量 那我会借你干嘛 这个地方来讲最好干嘛 我的习惯都一定前后加左右括号 让大家比较清楚 然后逗点 第二个是我们怎么样的条件 我们条件是什么呢 A3到A15要等于什么台中 然后呢,乘上 因为我们是两个条件啊 乘上就是AND AND条件是B3到B15要等于什么秋刀宇G3 那一样,请你把前后干嘛 条件的前后也一样加双括号 每一个条件都要加左右括号 把它框起来 最后面我们再加一个右括号 表示结束FILTR这个函数 ENTER 这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两笔 第一笔是这一个 台中秋刀宇G180乘55 等于99,900块 第二笔是这一个 200 单价200乘上500 数量等于10万 最后面呢 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两笔都抓出来以后呢 用上这个函数 左括号 后面加个右括号 把它加总起来 就算出来它的总价是 199,900块了 这样子